她是一个肌肉硬汉 她是一个富二代 却因叛逆逃离来到中国 我不能有一个人跟我说我要做什么 她性格倔强 却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变 我就是自己找一些我的办法 就满足她 外国人在中国 看菲利普的铁汉柔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叫菲利普 来自波兰 在青岛市的海菲特健身中心 是一名私人健身教练 菲利普不仅拥有钢铁般的肌肉和完美身材 她的体能和力量也非常惊人 双手能抓起420斤的杠铃 50斤的健身器材 在她手中如同玩具 别看如今的菲利普 既专业又自信 但从事健身行业 她可是半路出家 刚到中国的时候 她甚至连独立生存的能力都没有 而她的转变跟一个女人有着很大的关系 这可不是一堂健身课 这个女孩叫王倩 一个地道的青岛姑娘 是健身中心的管理者 同时她也是菲利普的妻子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但我一松的时候 我觉得我肤儿短了 我一松的时候 打到我的手臂特别短了 手放进去 早一点 每天早上 在会员还没来之前 妻子王倩都会陪菲利普 做热身运动 这样的陈恋也是夫妻俩增进感情的好机会 你看我自己是个手 推了好几次平 二百一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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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 有力 我给两个手指 两个手指 来 两个手 对 两个手指 两个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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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菲利普比王倩小五岁 但很多时候 他对妻子都是相当包容 而且百般呵护 你全身要发力 对 往后一点 看看 这个腿发力 我是不训练 大哥 两个星期没练 还得怎样 听话 你看看 就不喜欢练习 就每次非得安排练习的工作 你现在是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给你随便划 那你练背 刚认识妻子的时候 菲利普还只是一个健身爱好者 经常到一家健身俱乐部里锻炼 而王倩是那里的教练 第一次见到王倩时的情景 菲利普至今历历在目 我那边训练 我看有一个女的过去 然后我那个时候和她同时一起训练 然后我说 那感觉到是你们互联嘛 她说不不不 这是教练 我说很漂亮 从那时起 每次去健身 菲利普都会想尽办法 接近王倩 没过多久 机会终于来了 不过 这次接触 王倩对菲利普的印象 却不怎么样 就那个时候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吧 就是我参加一个就是健身的比赛 最后决赛的时候会有一个才艺的表演 一分半的时间 需要自己准备一个才艺表演 那我就想配一个可能特别一点的音乐 因为可能比赛的时候比较亮 是一个亮点嘛 然后呢 我那个同事认识他嘛 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锻炼 就跟我说这个 那男孩他玩DJ的 他会做音乐 你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那咱们家会员 然后我就OK啊 我就很高兴啊 然后完了之后就认识之后 我就去问他 我说啊 那没问题啊 那我有什么好处 我就觉得一听这话 我觉得这人好像很不正经了 然后就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了 我也没找他去做音乐 然后就比赛完了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印象特别不好 你坐五公分 本来是想通过这个机会认识一下 没想到这样直接了当的表达方式 却让王倩产生了误会 为了挽回这个糟糕的第一印象 菲利普惊喜安排了一次聚会 我过了一段时间 我给我朋友 我给他同事说了 我说也这样吧 我在家里做一个小的派对 你们给他说是那个大的派对吗 所以他晕一来 然后你们拉着他来我家 然后我那边我那边做饭 我们可以喝点酒 然后因为我平常是不喝酒了 我酒力不行了 然后就是就醉了 醉了就特别晕 然后我就在他们家沙发上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就是醒了之后 我发现就我被这个放在了那个菲利普 他睡的那个房间里 但是门是关的 然后那个旁边放了一杯果汁 他自己窝在一个 就是他们客厅那沙发上 盖着他的自己的那个外套 就在那儿窝了一晚上 但是经过那个事情之后 我会觉得这男孩好像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的随便 就是对他这个人的这个认识啊 就是好像好很多 那里 那里 安安安 菜安 对 没有感觉 你这个地方没痛点 没有痛点 这也没有 对 你痛点全在后面 有本事你翻过来 让我戳你几下 你前面没有什么痛点 出来 菲利普的身世风度和阳光般的性格 让王倩消除了对他的误会 两个人也开始慢慢互相了解 但王倩并不知道 那时候的菲利普正遭遇着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挫折 什么矛盾竟然引发他被妻子炒的鱿鱼 因为我不是很会和很人说话 这个月我是不是应该把你今天的工资给扣掉 经济紧张 面临失业危机 他又该如何转变 我们全国可能找不上这个房子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今天菲利普的父母从波兰来到中国 王倩的父母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给亲家接风洗尘 为了能见到儿子 菲利普的父母每年都会来中国一次 即使这样 一家人能够相聚的机会也并不多 每次相聚都是菲利普最开心的时候 十年前菲利普第一次来到中国青岛 那时候他只是一个高中生 而来中国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探亲 一开始是来看我哥哥 我哥哥在这里开我爸爸的 怎么说 那种家门公司 我那个时候还在高中 过了一段时间 我哥问我 我有没有考虑这里有国际学校 我要不要在这里 可能这里要继续学习 那个时候我哥哥那个时候房子很好 钱也不缺钱 然后我爸说 如果我原因他可以给我交学费 那我说好来试试 来试试 那咱们 快点了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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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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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菲利普的家境殷实 你不是要敬酒吗 又要敬酒 我妈都这样 妈妈 酒妈妈 你不要敬酒 好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 可是我觉得 谢谢衣服 给我们亲家做那么好吃的 是不是 还是干 菲利普背起行囊 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青岛 来来来 一下子没有了父亲和哥哥的经济支持 菲利普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身无分文的他无奈下 只能靠每天去酒吧 做音乐DJ来维持生计 叶正是在这个人生最艰难的时候 妻子王茜 闯进了菲利普的生活 他们什么都喜欢吃 走 OK so 我们这个月开始一个新的项目 叫CrossFit 对吗 今天是周一 每周的这个时间 身为技术总监 菲利普都会给健身中心里的教练们开会 对上周的工作进行总结 也对本周的工作进行计划和安排 大家都知道我对自己要求很高 我知道你们也对自己要求很高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会对会员有一些要求 别看如今 菲利普一开起会来有模有样 之前他对管理却是个门外汉 甚至还经常得罪人 这就是我们新建的开会所有的内容 谢谢大家 加油 加油 开晚会临近中午 菲利普约了几位朋友 到一家熟悉的餐馆聚餐 这里可以有他最喜欢吃的中国美食 哈喽 哈喽 做什么样 很香 我们饿死了 他不喜欢这种东西 里面那个那个那个 他不喜欢你 他不喜欢里面那个 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最下面的 哦 而且没有油 它这个特别特别那个 哦 这个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 哦 这个辣一点是吧 那个辣 这个辣一点 你看这个辣 这个辣 你看这个 哦不行 他说我家伙子能吃辣 因为你要留下喜分 咱是个汤锅 你们吃辣的吗 吃吃吃吃 菲利普最喜欢的就是中国的麻辣烫 每次吃都停不下来 看得出 菲利普如今跟朋友和同事的关系 相处得很融洽 可在过去 他却一度被大家孤立 2009年 妻子王倩 从原来的健身俱乐部里辞职 开放了一家很小的瑜伽工作室 而菲利普也帮忙 对工作室进行一些日常管理 但是在那时 菲利普的管理方式 经常搞得王倩大为头疼 有一个我的学生 在我们那个工作室里面做全职 然后有几个全职的老师 是需要可能需要打扫卫生的 就是菲利普他是一个对卫生啊 特别讲究的一个人 他去下了课 然后看那个我们工作室的很多卫生的那种死角 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然后那个学生在前台玩手机呢 他用那种菲利普方式 他就会问他 这个月我是不是应该把你今天的工资给扣掉 然后就是那女孩愣 就是愣住了 然后他说 你看 就是这个好像就是那个 这是人手擦过的吗 我觉得好像狗舔过的 就是那种的 他认为就是那种 用一种那种 那种好像是黑色幽默的方式 跟别人沟通 然后我经常跟他说 我说Phil 我说你这样说话好讨厌 妈有水吗 要不然喝水要不然喝酒 你可以喝一个 喝点酒吧 是吗 那现在喝啤酒吧 那不喝点那个吗 进口的 听说过张老板请客 菲利普坦率直接的性格 经常惹得周围的朋友和同事非常尴尬 可年轻气盛的他却不以为然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 同事们已经渐渐疏远了自己 他就是属于 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 他会直接给你指出来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性格 但是可能也是比较有点极端吧 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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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一弯了 这个离开健身圈再以世界好好发展 为了不影响工作室的发展 无奈之下 妻子王倩做出了一个决定 不再让菲利普 参与日常管理的任何事项 这个决定让菲利普颇有看法 我觉得我最好就是 有人了解我的想法 然后因为我不是很会和人说话 对吧 我有时候可能 因为对我来说 我的要求很明显 不是很明显 很简单 其实菲利普就是你看 好像长得很阳光 他有一点点自我的 就是那种 他有一部分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喊起来 喊起来 虽然菲利普很不服气 但精明能干的王倩 却把工作室的生意越做越好 菲利普不得不对自己的妻子刮目相看 正在小两口 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 一个噩耗突然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请到所有地方的房租会长 对吗 所以我们房租也长了 而且长了不少 长了百分之百 对吗 所以如果长了百分之百 那就我们想过 可能找不上这个房租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有两个姐姐是我们护员 他们本来是要开咖啡厅 然后我们想过 我们要开健身房 未来我们可能两个项目可以放一起 然后他们就说了 好 那就我们四个人来吧 就这样 在几位会员的帮助下 海菲特健身中心如火如荼的开业了 但在开办之初 健身中心生意并不好 甚至一度还严重影响了 菲利普和王倩的生活 什么样的意外 让他幡然醒悟 重新做出选择 很怕 对吧 怕他能出事 从无到有 他又如何迎来事业新高峰 用我的生活经验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外国人在中国 精彩继续 这里是菲利普和王倩的家 与王倩结婚后 菲利普没有跟孕妇孕母住在一起 而是选择了租房子 独立生活 每个月 他们只给自己休一天假 今天是周末 也是俩人难能可贵的休假日 小两口决定 好好享受一下二人世界 上班拿一个盆子吧 盆子都在那边 盆子在那边 不是吗 不是 那是锅啊 那是锅吗 平日里 家里的家务活 大都是王倩来做 很多时候 王倩对菲利普 都是百般照顾 而菲利普也习以为常 但一次意外的发生 却让菲利普彻底转变了心态 那是海菲特健身中心成立之初 经营状况一度陷入低迷 为了能把生意做好 王倩经常加班到深夜 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 让他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吃不消了 特别严重的是 他下去遛狗 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回来的时候 看到我躺厨房里面 然后那个杯子 旁边有摔碎的那个杯子 我就躺在那个摔碎的那个碎片里面 然后完了之后 就那个时候都特别紧张 他就是把我给抱到沙发上之后 就是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我 其实现在知道 那个行为挺危险的 但是最后晃醒了 晃醒了之后 他打120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将近20分钟啊 是不能动的 我是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这个作为他来说 他自己个人是有很多变化的 很怕对吧 怕他能出事 我老婆对吗 那他一一不小心出什么事情 那我就 这件事情的发生 对菲利普的刺激很大 从那以后 菲利普意识到 自己应该想办法帮助王倩 他开始尝试做健身教练 发誓开创自己的事业 来为妻子减轻一些负担 我就是自己找一些我的办法 就满足他 因为我觉得就是 我满足他还是我满足自己 对吗 我老婆开心 那我也很开心对吗 我也很满足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事情 菲利普都能做得了 比如家务活 就是他的弱项 有些时候 甚至会帮倒忙 有这个臭 对 是不是差不多了就行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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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养着 哎呀 你要做汤吗 哎呀 好好好 你让你想让你 想让你 说说会 本来应该先放水 再放鸡蛋 菲利普却把鸡蛋 先放进了锅里 结果鸡蛋汤 成了鸡蛋粥 这让一向 还要面子的菲利普 有些尴尬 喜欢吃 先炒鸡蛋汤 那是 有时候 东西不好看 不一定不好吃 这叫心里美 这个汤以后就叫心里美 你那是美的 好吗 从来没吃到那么好吃的 虽然家务活不是菲利普的强项 但他在工作中的努力却卓有成效 自从做起健身教练以后 他不仅一跃成为金牌教练 而且还拯救了生意低迷的健身中心 可以我们从身身开始 弯 今天 几十位来自全国的健身教练 集聚到海菲特健身中心进行培训 给教练们授课的正是菲利普 这样的训练方法看似容易 却并不简单 菲利普手中的健身器材 足有五十斤 配合相应的时间 要做出足够数量的动作 这是一种考验体力和耐力的综合训练 这是参加的 往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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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二 一 加油 放手 如今这种训练方式 已成为了健身中心的主营项目 拥有会员三千多人 健身中心瞬间在青岛滑起来 而菲利普不仅成了金牌教练和技术爪奸 其身价也随之爆炸 我觉得现在方向很好 很多人一开始觉得 海贝特你们什么国内训练 现在很多人看 我们能不能做加门店 我觉得我们发展的方向都很好 现在就是要保持这个状态 再来一张 一二三 这是蚝油 香油 干辣椒 花椒 今晚 菲利普的父母就要回波兰了 在父母离开前 菲利普打算带他们购买一些中国特产 无论是花椒还是茶叶都是菲利普推荐给妈妈的 对于菲利普来说 这些食品和这个城市已经是他最熟悉不过的了 我现在如果你说青岛要去什么路 我知道 如果我回国你说在我的在我长大的城市你说什么什么路 我已经会忘记了 就在菲利普与母亲即将分别的时候 他也跟母亲说出了一个心中的秘密 随着在青岛的生活逐渐稳定 菲利普希望在下次见到父母的时候 能够实现另一个心愿 我和老婆非常忙 如果就是所有的情况 能安排有一个孩子 那这个就很好 我希望我不会太老 和我孩子可以出去 比如说喝个感觉什么 对吗